今次我們繼續講到如何釋放 即是趕邪靈和醫治的討告 首先一點是非常重要 我們要加插一點 這一點其實之前有提過 但今次我特別將一些經文放在這裏 這個主題是什麼呢? 任何罪和不親近神 這個留一個神字 必帶來破壞 就是說 因為很多教徒的心態是這樣的 他說我雖然是粗 我都有聽神的話 有些地方我都有祈禱的 那便夠了 即是我有些聽神的話 就覺得這樣就夠 這種的心態是什麼呢? 這種心態就是說 我做了一些就行了 都挺好的 但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當我們沒有完全跟蹤神 沒有完全跟蹤神的地方 那個地方就有破口 那個地方就有問題 那你就說 那便很難了 其實這個意思不是說 每個人做傳導人 而是說你經常都是一種 經常都深信神的恩怜 深信神的愛 你無論上班也好 你時時都祈禱 神啊我如何在這個地方 榮耀神的聖命 你的生活 你的言語行為 和你的交往 如何榮耀神 你的心態就是說 我做了神 要我做的事 無論你是上班 或者你在家 和人相處 你的內心世界 都完全跟蹤神 就一定同覆 而你任何地方有破口 那個地方就會帶來困難 這一點就是這樣 就是我所說的 聖經裡面說的一點 我會有不同的經文 譬如有些人這樣 在教會很會弱的 不過一說到她丈夫或者太太 她就不喜歡說了 因為為什麼 她覺得丈夫太太太太太難搞了 就是去教堂 因為那些人都很客氣 很禮貌 又很欣賞她的參與 但是她丈夫太太不肯 但是你叫她和丈夫太太 建立後她就不肯了 她不肯了 她覺得 神啊我大部分都聽你說 不過是這件事我不聽而已 其實她就以為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地方就會造成她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的邪靈 釋放不了 而且這麼容易被邪靈有罪入侵 而且她也造成身體的毛病 聖經講到罪可以帶來身體的毛病 譬如 耶穌跟那個人說 他說你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厲害 就是說 犯罪可以令到人被邪靈攻擊 或者是在疾病裡面 其實很多人 因為煩惱所以有很多疾病 要個痛的樣子 當然在煩惱裡面 整個人都看得出過 你看不看得出哪個是煩惱的 你看看哪個是開心的 你看得到的 煩惱的 你看到有很多問題 就是說任何一樣的罪 或者不親人 神都一定有帶來破壞性的一齊同 加拿大太書六章八節 信任情慾殺中的 必從情慾收敗壞 信任性靈殺中的 必從性而收榮生 這個所說的就是 信任情慾殺中必從情慾收敗壞 就是任何一樣罪 都一定有破壞性的 就是你信任情慾 譬如你信任情慾 罵人 信任情慾發猛症 信任情慾都要看一些網上 不應該看的影片 或者照片 這樣的時候 就一定有收敗壞 這個殺字是對的 如果大家寫就知道 不是這個殺字 剔走哪個殺字 即是說 根用神信任性靈殺中 必從性靈收榮生 就是神一定將各樣的恩典 賜給我們 行言 約翰福音十章十字一齊同 道賊外無非要偷竊殺外毀壞 我來了是要叫羊得身命 並者得得得更豐盛 耶穌就說到 祂就是羊的門 凡是經過祂進入的 就能夠祝福人 經過這個羊的門 但如果不是 那些就是盜賊 來偷 盜賊就是來偷東西 即你有什麼好東西 你家庭有什麼好的東西 你的人生命有什麼好東西 他就偷 殺害會殺人的生命 即是叫人自殺 毀壞 他會破壞你的生命 所以魔鬼來到 任何地方 我們被魔鬼留地部 他就進來就破壞 所以任何地方 你的脾氣 情緒 不開心 煩惱 埋怨 埋怨神 所有這些都會造成破壞 那你就會給他機會偷竊殺害毀壞 即是任何一點 所以完全跟蹤神 就是最無福的 凡是有地方 沒有跟蹤神 就會有問題 有幸福音 十五章六節 一起讀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 就像枝子雕在我裏枯乾 人拾起來 豫在火裏燒了 這個講到親近 如果不是時時在耶穌裏面 耶穌就不常在他裏面 這樣就好像枝子雕在我裏枯乾 人拾起來 豫在火裏燒了 就是 人和神的關係有問題 這三個經文 第一就講到 什麼時候信虐情慾殺種人 都有不好的後果 還有 被魔鬼留地步 他一定來偷殺和毀壞 還有 不是時時在耶穌裏面 就會在外面枯乾 生命記二十八章四任節 一起讀 者一切就座必追隨你 趕上你直到你滅亡 因為你不聽從謠華 你神的華 不遵守他所吩咐的戒滅律 生命記二十八章 很清楚地講到 聽神的話的人蒙福 又不聽神的話 受的咒作 所有不遵從神的地方 神就會帶來咒作 生命記二十八章 是很清楚地講到這些 有些人就說 舊約而已 舊約是這樣的 身約不是這樣的 如果神的聖情是不喜歡罪 舊約不喜歡罪 身約不喜歡罪 都是不喜歡的 舊約的時候 最會帶來破壞性 身約會不會帶來破壞性 一樣帶來破壞性 還有三個經文都是身約的 現在我用這些是舊約的經文 《何西亞書》四張十字一起讀 他們吃不得飽 他們吃不得飽 行入而不得立候 因為他們利器而還不遵他得命 這個講到不遵從神的人 吃不飽 就算他得到世上很多東西 但他都會有很多困難 即是說原來當人在這個罪惡裏面 他就算有吃 就算有做什麼不同的事情 他得不到活足 你看到有些人他很有錢 但他未必 有錢的人一定會開心 我曾經去過 有一個人真的很有錢 那間屋是怎樣的呢 在門口 即是用對講機講 講完它裡面開門 電門開了 接著走 要走 即是 走 又不用三分鐘 不過總之都走了一段 才去到他的家門口 而他的家門口 就看到有五個廳 有大有小 他的丈夫是做生意的 五個廳 即是怎樣 譬如很多人 談生意的人 這一群就在這裡談這些 那群在那裡談 即是可以這麼多人在一起 但他因為家人的問題 他很不開心 這個太太 他很多錢 他又不開胃 他又吃燕窩 但也不開胃 祈禱呢 他釋放了 祈禱就很鬆 然後就 看到周圍很光 其實這件事我們很特別的 我們經常都見到這個情況 都很多次有人有邪靈 看到我 趕邪靈的眼睛 看到是蒙的 我們都很多次發生這個情況 那這個人 他在祈禱 他就覺得很光 然後他就很肚餓 然後他就去找 哇 燕窩吃光 然後他就找到一些麵 哇 一吃 哇 好吃到不得了 因為很肚餓 即是原來 有時候人 殺生罐未吃得多 是的 即是 當他肚餓的時候 才能夠欣賞他有的人 原來只是有錢 未必是得到祝福的 有時候人有得吃 但未必吃得飽的 哈哥說一章六節 一起讀 你們殺的種多 收的卻少 你們吃卻不得飽 喝卻不得粥 穿衣服卻不得暖 得工錢的 將工錢裝在破漏的廊中 萬君之夜華說 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 你們要上山取木材 建造者爹 我就因此喜樂 且得混淆 這是搖滑如蜀說 在這裏講到 他們做很多事情 他們殺種 收的很少 吃但又不飽 喝又不得飽 飽足 穿衣服又不得暖 那你說為何穿衣不得暖 當人病 病到 凍得不得了 你找了幾張棉胎 蓋著它 它都是凍的 好凍 好凍 哇 這麼凍 這個就是 就是人 當他沒有神的祝福的時候 他就算有 有得吃 吃了就整個人都很軟 很離 萬君之夜華 你要省察你的行為 他的罪 而其中一個就是 你們要建造這個墊 因為當時黑街呼召他們 再重建這個墊 為何他們初落建這個墊 但誰不知受難了 他就不做 那黑街呼召他們 你們要去重建這個墊 就讓我們看到 當我們不聽神的話的時候 就算你有多少都沒有用的 所以 為何這麼多人總是趕邪靈趕不走 還有 總是很怕邪靈的 總是經常跟人趕邪靈又怕 總是很多事情很害怕 總是很多困難的 就是因為有些地方還沒聽神的話 如果你在你的心中覺得 總是容易不開心 總是容易生命影響 總是有煩惱的 即是說沒有處理好 那你說的而且那個困難 的而且那些人對我不好 問題就是 他不好是他的問題 我們不需要放在心上 這個世界一定是有不好的人 周圍都有不好的人 我們周圍都一定有不好的人 因為我們周圍都一定有 未信耶穌的人 對不對 也有些信耶穌 但是生命不好的人 對不對 總會有些不好的地方 我們介意 我們執著 就一定受苦的 但當我們說 不要緊 不要緊 因為我福氣從神而來 人家做什麼 相互不到 我只要聽神的話 不給他影響 但我只是祝福他 又搖說他 又給他影響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放手 或者我們有些事情執著 我們裡面有些事情執著 我們就放手 執著一定要錢 一定要結婚 一定要得到某些東西 但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不開心 但是我們說 不要緊的 有神我就滿足 這件事 當你真的有神而滿足 你就一定得福 但是當你說 我欠這些東西 我總是想得到這件事 我今世就是想得到這件事 有些人會有這個夢想 我得不到 我兒子要得到 我不能夠做一個醫生 我要我兒子做的醫生 即是說很想在世上得到 有些事情執著 但其實當你越是這樣 你反而得不到 但是你越是得神 得到神 反而你得的越多 而當你有神的時候 你就能夠做完釋放 為什麼這麼多人 肯定釋放不到 就是因為執著某些事情 沒有聽完神的話 這樣的時候就會有問題 這個觀念是非常重要的 有很多人覺得 我大部分都聽神話的 我很多人都聽神的話 我是差一點點的 我差一點點 那些難道有這麼大的問題嗎 這個就是很多人覺得 不要緊要的 總之我基本上 我是聽神的話就可以了 就沒有想到 任何一個地方 我們有學校 那樣地方 就是成為我們生命中的困難 而我們真的說神 我完全 我的滿足在你裡面 在齊間奧說 我滿足在神裡面 我想得到 三大人 世上一切都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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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神 神就會將各人的福氣賜給我的 有神就會將各人的福氣賜給我的 就是這個信念 所有福氣從神而來 而不跟從神 就必定有不好的後果 那這個信念 大家會不會有呢 就是我完全走神的路 那我自己的事都是這樣祈禱的神 你幫我 在世上的日子 無論我有多久 我不知道有多久 神是你幫助我 因為人是可以 你隨時有生命的問題 可以出現的 神是你幫助我 讓我走你的路 在我這些日子 能夠完全做神 你吩咐所做的事 能夠做到神 你想我做的事 這就是我的心願 我希望大家都一樣 你也是的 每一個人都有的 每一個人都有神給你的計劃和呼召 你信不信神的計劃是最好的呢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就是相信神的計劃是最好的 神是一定在你心目中 祂看起你的 祂一定想興起你的 一定想祝福你的 好了 這裡我們講到 就是怎樣幫人做釋放 怎樣去幫人完全釋放 第一就是 這裡我們講過了 這裡我們就不重複講 第一就是輔導對方 就是幫助他 了解他的情況 首先 感受他的感受 了解他的情況 然後幫助他引導他 知道那個問題 然後呢 引導他怎樣去 找到解決方法 為什麼要做釋放之前 或者醫治釋放之前 要做這件事呢 因為如果他經常都吵架 經常都不開心 這樣的時候 你祈禱他覺得舒服些 他日日一樣 重複回他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要輔導 幫助他了解的 那輔導是 各個人都應該學的 那你可以看回我們的影片 怎樣學 怎樣去做 那也都可以 有時早點來到 跟我們一起操練 就看到我們怎樣去 去輔導人了 好了 然後在 無論是釋放 或者是 祈禱醫治 釋放邪靈 講邪靈 或者是祈禱醫治 都一樣做這一步的 就是一起讀 帶領對方親近神 進入聖靈充滿 就是一定有這個部分 因為有聖靈充滿 然後將邪靈彈顯出來 然後呢 能夠將它拱出來 我們只是看到很明顯的 有時候有些人呢 有邪靈他很明顯 有些人不是很明顯的 譬如我們 今天有做兩個人的釋放 他們不是很明顯的 不過兩個人都有同樣的反應 就是當他看我們眼的時候 他發覺是蒙的 最初是整的 一趕邪靈就蒙 為什麼會蒙呢 因為那些邪靈 是要蒙蔽那個人的眼 因為邪靈看到我們的眼 他就會怕他想要走 那他為了保護自己 他就用一個 Defense Mechanism 制防衛機制 那些邪靈都用防衛機制 他就立即做一些霧的東西 有些人就很嚴重的 直接去蒙查查 但是明顯是有邪靈的彰顯 然後呢 跟他祈禱 他是一直減少的 有時候有些人就即時會鬆開 有些人是需要時間的 好了 那怎樣進入這個四年充滿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一 用心靈做恩典的討告我 愛慕神的討告我 帶來神強烈的同在 輕鬆自由 起落地討告 帶來神同在 第一 我講到恩典的討告 和愛慕神的討告 這兩個討告 我希望大家記住 恩典的討告是講到神的恩典 神現在就在陪著我 感謝耶穌 神在愛我 神在看著我 神在我之後環繞我 按守我身上 這是聖經所講的 神經常祝福我們 但不是每個人都相信的 為甚麼呢 因為很多人是活在 煩惱 埋怨 甚至埋怨神 神啊 你對我不公平 神啊 為甚麼你不把這些東西給我呢 就覺得神不公平 其實不是神不公平 而是因為 人 即是很想要人都相信你 其實問題 是因為人類犯罪 所以有問題 不是神特意不給你 但很多人就會怪了神 怪了神的時候 就不能夠覺得神是經常愛我們 這個是我們需要處理 如果我們不能夠 經常都覺得神好 這個是需要處理 我曾經有人 我去跟他講 我說 你經常感謝神啊 他說 我想不到事情是感謝神 即有時呢 他會說甚麼 我生命有困難 我子女有困難 我侍奉有困難 我侍奉有困難 我覺得神不幫我 即有時有些人不會這樣 但是呢 其實你追回 為甚麼他的生命會有問題 他子女有問題 為甚麼他侍奉有問題 都是他有些人未能處理到 他就將這些都賴到神那裡 那這些一定要處理的 因為神是恩典的來源 如果這個代表神 代表而已 如果我們對他抗拒 他的恩典就來不了 正如你如果對你的父母有抗拒 自然的關係就會受影響 那如果我們對神有抗拒 自然他的恩典就來不了 那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處理好 所有裡面對神的負面的想法 讓我們完全覺得神是美善的 那你才能夠做這個恩典的祈禱 每天都做 哈利多耶 神愛的我 哈利多耶 神真好 哈利多耶 神真好 我隨時隨地都會這樣做 那無事無關我都會做 讓我使者喜樂 如果有煩惱一定會做 譬如剛剛有些人說的負面說話 我立刻說 神很愛我的 神看了我的 不要緊的 這些問題不要緊的 一定能解決的 我立刻會做的 就是讓自己入到這種喜樂裡面 提醒我自己 神在愛我的 這個恩典的祈禱 愛慕神就是 神啊 你真是沒有我 真是很想和你一起 很渴慕你 就是渴慕 聖經講到渴慕 愛神 盡心盡盡盡力 愛主愛神 還有渴慕神 神好像龍鶴河無稀碎一樣 鶴河無 這個就是愛慕和敬拜 這樣會帶來神強烈的同在 因為聖經講到用心靈成神敬拜 聖經也會說到神住在以色列的讚美之中 在《CV22》第3節 你們親近神 神一定親近你們 當我們呼求神的時候 神一定英文我們的討告 聖經也是這樣的 所以當我們這樣親近神的時候 就會帶來神強烈的同在 聖經有不同的例子 就像我們以前講過的 在《薩蟻記》上 10章和19章 講到薩蟻班先天門 他們不斷在奏音樂 又在受感說話 受聖靈感動 應該是聖經語文 講說語言 講語言 接著他們就很強烈的神同在 當蘇羅一去到 立即變為新人 立即也受感說話 這就是神強烈的同在 所以我為你祈禱的時候 我都說 你感受一下聖靈的同在 怎樣學慕神 那你就每一次祈禱都有神的同在 那這個是 你做釋放祈禱 我都一定做這個 所以釋放祈禱 我不是說 換耶穌命趕邪靈 我就跟祂一起愛慕神 神在愛你 我看到祂感受聖靈 或者我問祂有沒有感受聖靈 譬如如果不投入 我就會引導祂 和了解祂為什麼不能夠投入 幫到祂投入 然後當祂經歷聖靈 祂才能夠跟祂趕邪靈 即是容易 因為如果祂不投入 那些邪靈 就不會顯出來 因為祂的心 不開放 祂就好像緊了 那些邪靈 就潛伏在那裡不走 就是這個人 需要學慕神的時候 他學慕神 就要讓那些邪靈 彰顯出來 因為他會將那些邪靈 在學慕神的時候 邪靈就住得不舒服 他就會彰顯出來 而其實你經常做 做愛慕神的祕告和恩典的祈禱 邪靈都會走光 或者身體也會越來越健康 同時我又說 輕鬆自由起落地 祕告帶落神 就是不要在那個時候 祈禱 哎呀神啊 你這麼久都不理 哎呀神啊 我需要你 很需要你 很慘 這樣的時候也很難 為什麼呢 因為心太近 我們其實很輕鬆 因為神很疼我們 不是你要拔到神去改變你 是神很疼你 所以祈禱的時候 啊 你女神真是好 很輕鬆的 因為 譬如有一個人 譬如有兩個人戀愛 有沒有發覺戀愛的人 經常都漏氣 他今天又不理我了 又不知去哪裡了 哎呀我找他又不知做什麼 他又不幫我了 有沒有聽過這些故事 有 很多很多 但是如果對方經常都這麼愛他 他會不會懷疑 他不會 因為經常都對他好 好到不得了 經常都對他有些 做一些驚訝的事情 令到他很開心 那些驚訝 每天都為他做些事情 他簡直是好知道 他一叫那個人 馬上會來了 那這個呢 他已經對對方有信心 我們同樣對神都一樣 神是經常這麼好的 神有好 你其他時候他不來的 沒有啊 其他人都會來 所以你就有信心 但是很多人又不是這樣的 是的 以前來的 不過現在不能來的 那就是什麼 記掛著那些困難 就不放心了 但是當我們放心 神以前來過 現在都會繼續來 並且你每天都這樣做 做習慣了 你就已經成為習慣了 是吧 好像我已經成為習慣了 我自己走 我都有時沒有留意 我一直在一起 我現在正在驚訝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這件事 成為一個習慣之一 希望大家輕鬆自由 這樣的祈禱 是容易成年充滿 成年充滿 成年充滿不只是這樣 神啊 求你充滿我 求你充滿我 這就是頭腦的祈禱 因為聖經講到是用心靈聖神 我們發覺 薩摩爾那些先之回徒 他們跟神很密切的 是在路讚美神 一直愛神的 還有大衛 他的帳幕裡面 那些二十四班次的人 這樣敬拜 就是他們這樣投入敬拜 聖經裡面記載的人 這樣投入敬拜的時候 神的同在就強烈了 還有在初期教會也是 在強烈神的同在 他們一直討告的時候 神有強烈的同在 然後呢 你都引導受助者 用心靈討告 即是你做的 他在那裡 你在那裡 很投入 他在那裡 這樣補一錯容 所以你都引導他 你可以問他 你能否投入到 你能否專注到 然後呢 神的強烈同在就會 祝福日了 我解釋這件事 神的同在將持伏的邪靈顯露出來 神強烈的同在將邪靈趕走 神強烈的同在會帶來醫治的 所以 我為人祈禱醫治的時候 其實我不太需要知道 他什麼病 雖然有時說 肩膀痛 我按手肩膀痛 但內臟 我不能夠按手 那是內臟 其實 他在那裡痛 我都 祈禱得一樣 即是 不是說 肺 我就要求肺 要求得醫治 肝 求肝得醫治 神是這樣的 神不是這麼 沒有知覺 他就知道你有什麼問題 他都沒有上祝福 不過 這個人的心不開放 他先求神的國憑 神就會自動 將這一切交給他 是因為他的生命有問題 所以他得不到恩典 所以 我們不用一定要告訴神 神啊 他還有五次化療 還有兩次 他受不了 神啊 快點來幫他 他受不了 他快不行了 你不用告訴神 神已經知道了 有些人覺得 我告訴神 如果他要說 OK的 沒有問題 因為有些人覺得 說得舒服一點 不過 不是一定要說完 神才知道 神根本是知道的 好了 然後 一起讀一下 奉主明 憎恨罪 和決意離開罪 因為他罪會難了 就算他親人神 但是他的罪 那這個 是否一定要 敬拜之後 不一定的 可以在敬拜之前都可以 就是他 奉主就想憎恨罪 對付罪 為何要憎恨罪呢 如果很多人 他們天天見到 尤其是丈夫太太 很多人都會 見到丈夫太太 就不順眼 面色都不同了 哇 出了街 見到一些 好的 即是開心的 那些姊妹 哇 鬆了 一見到他老公 面目表情都變了 為什麼 因為他不開心 見到老公 那時候 要知道這個是罪 要憎恨這個罪 我不再要 見到我老公 我的臉又硬了 我不再要見到某些人 我的表情又不同了 哇 見到他 心裏都能夠 寬起他 這就是憎恨那個罪 那又很難真憎恨 為什麼真憎恨呢 我們就知道 他有問題 他的問題 他有問題 為什麼他犯罪 我又犯罪 我又受苦呢 所以我決意不給他影響 還有我看上去 這個人 他會對我不好 因為他受了很多傷害 所以我看上去 我看上去 我看上去 我就不會 就是我會連續他 我就會搖說他 那我就不受影響了 願意將生命給神 那就不會被魔鬼控制了 所以耶穌跟那個 醫好三十八年病的人 就說 你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厲害 就是 病 罪是可以影響 有帶來邪靈 以及影響身體的毛病 長期不開心 長期憤怒 是不是會有病 長期 覺得人生沒有意思 會不會有病 一樣會的 總之凡是不得知 心是屈住的 就必然有問題 如果你發覺你的心有些屈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我試過有 我試過有 我就要釋放 我一直釋放 不是一定是趕邪 來的 趕啦趕啦趕啦 不是 而是我為何煩呢 因為有個人 因為有個情況 我為什麼這麼擔心呢 我都已經忠心了 我不用這麼擔心 我就說 神啊你愛我的 不要緊的 不要緊的 這個人不影響到我的 因為我釋放 我可以開心的 這樣的時候呢 我的心就能夠釋放了 這個是 如果你有困難的 你可以 你會問我 找我 或者幫你做釋放 可以得到釋放 好了 另外呢就是奉主明 吐絕和齊靈的關係 吐絕和他的關係 是完全和他一刀兩斷 就是說 譬如 有些以前 拜過偶像 是他心裏面 覺得這些偶像是害人的 叫人去到地獄的 欺騙人的 我是要完全和他拒絕 或者有些人 他是被某些東西迷惑了 譬如 他很喜歡某些的 即是有些 有時有些人 被一些漫畫人物 被一些色情的東西 是捆綁著的 他要恨惡 我要和他一刀兩斷 完全不好的東西 或者和人的 雲結 就是人的靈魂 什麼叫雲結呢 這個意思 這個不是聖經的名詞 不過意念 都是合乎聖經的 有時 有些人會和某一個人 有個雲結 譬如什麼雲結呢 例如 總是不太喜歡自己的丈夫 喜歡 有一個另外一個人 那個人 不過又 慢慢和他結婚 心就很後悔 或者很 早知 等到他出現 這種的心 這種人 當然是 心裏面有個結 雲結可以是正面的 總之 有些依賴 父母 依賴家人 太強烈了 有些人很依賴性 這個人 老了 死了 他突然離開世界 我不得了 他離開世界 我都不得了 這個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雲結 或者有時 有一個負面的雲結 就是 始終對於人 是很負面的 這些都是要釋放的 一刀兩刀 聖經講 不要讓魔鬼留地步 是完全不可以 合起來的 功能多後書六章十四節 前面講到 信和不信你 同不信的 原不相會 不要同父一騙 後面講到 二和不義 有什麼相交呢 光明或黑暗 有什麼相交呢 基督說 比列 比列就是撒旦的別名 有什麼相和呢 這裏就講到 我們和魔鬼 是無法相交的 和黑暗 是無法相交的 我有一次 偶然間認識一個人 是完全不認識的 在旅行 他就知道我是牧師 他就跟我說 他說 後書六章那裏說 這個 我們從不信的 不要同 如什麼相會 不要同樣 是不包括基督徒在內 不是 不包括結婚 是只包括做生意的 我說 為什麼你會這樣說 他說 因為結婚這麼重要 但聖經如果是這麼重要 他要講明 不可以和不信的結婚 其實聖經很久有講過 寶麗有講到 如果你再嫁 要嫁就是主女的人 是有講到的 他說這個經驗沒有講到 他並了美其名 他說 我們就用聖經的方法 告訴別人 聖經沒有說到 你不可以和非基督徒結婚的 就是這樣說法 但是夏文 我就跟他講 你看夏文講什麼 夏文講 夏文就是講做生意 他是義和不義的人 怎麼可以相交呢 那你結婚是不是相交呢 一定相交 是吧 光明和黑暗 一個在黑暗裏面 一個在光明裏面 有什麼相通呢 就是 根本 夫妻一定是 一定有交往的 那和一個黑暗的人 怎麼可以交往呢 所以這個經文 上下文 是很明顯講到 總之 任何親密的關係 都不可以有的 不僅是說 你要講明 這種的色調方法 其實 這種 他所謂的色調方法 其實是一種欺騙的方法 其實真的很危險 就是他這個教導 我相信不是他作出來的 是有人作出來的 然後教導 變成很多人就相信 我們其實不緊要 這個經文不是講我們的 我們可以和非基督徒結婚都可以 這個教導影響很多人離開神 或者和婚姻很多問題 第五 就是奉主名 趕逐邪靈 和求主醫治 譬如是醫治 如果是趕邪靈 就趕邪靈 馬可福音十六 在七節中說到 信的人 哪有神跡除弱 就是奉我名 趕鬼 守我病人 病人就被毫了 我們有這個權兵 可以趕逐邪靈 或者求主醫治 這個應用在趕逐邪靈 和醫治 在無論你醫治 或者趕邪靈的時候 有情章要怎麼做呢 這個是神給我的一個方法 當有情章的時候 不用怕 第一 不要怕 不用緊張 輕鬆和有信心 把情章吹出來 就是和我人說 不用怕 那它有什麼章節呢 眼蒙 那些蒙蔽的靈 這個是我們常見的 另外就是 心口扭著 腹扭著 頸扭著 頸扭著 肚扭著 有些不舒服 頭有些頂住 有些痛 總之身體裡有任何的事情 那我有什麼根據 可以用這個方法呢 第一就是聖靈可以透過空氣傳遞 耶稣在約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節那裡說 祂說了者就向他們吹口氣 說你們受聖靈 祂向他們吹口氣受聖靈 即是說當祂吹的時候 祂說你們受聖靈 即是說一吹的時候 就傳遞聖靈給他們 還有在赫磊短二章二節 就講到在五旬節的時候 忽然天上有響聲效 好像一陣大風吹過 充滿他們住的屋子 他們都被聖靈充滿了 就有風吹過 即是聖靈可以透過風 來到我們的身上 我們看到聖靈 是可以透過風來傳遞 聖靈可以透過風來傳遞 聖靈也是創造人的靈 天使的靈和邪靈的 因為天使的靈墮落就變為邪靈 即是說如果聖靈有這個質素 邪靈也可以有這個質素 這個是一個理論 不是絕對的教導 只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即是我即是說 這個不是會寫成為教義的書 只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既然是這樣 我起初有這個感動 當我以前曾經和人說情形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引料 哇 頸漲到不得了 頸和面都紅了 我看到它這樣紅了 我就說你放鬆吧 我看到它漲了 然後我就放鬆 吹出來 一吹 看到它鬆了 那我就開始用 而我開始用的時候 是發覺多次都很有幫助 多次呢 有些人是蒙蔽的 譬如我們試過有些情況 蒙蔽到什麼程度呢 是它完全是 是不說話 即是跟它說成 好像暈倒 但是後來她說 我聽到你說話 不過我講不到話 她就說 我裡面好像 好像有些東西鎖住我 我就抓不到 我就出聲不到 但是我聽到你說話 那我這樣的時候 她又不能夠說話 那怎樣呢 又不能夠吹氣 因為她身體都動不了 那我就說 你嘗試用一件事 就是你深呼吸 可以的時候深呼吸 還有有信心 因為深呼吸 真的一定要出氣的 就是你盡量試一下這樣做 那你出氣的時候 那些邪靈可以跟著走 那我們叫她這樣做 她真的做著做著 又快鬆 就是我發覺這個方法 為什麼我用這個方法呢 而不是乾趕邪靈 就是我以前曾經怎樣趕 耶穌明 邪靈要走 又沒有反應了 再趕又不走 趕了十次又不走 二十次又不走 啊 啊 很多次後來都很乾 那我就發覺呢 我就說 你放鬆吧 有信心 有信心沒有人 最終有信心 你的心是奉爺鬆明 吹他出來 然後呢 他一吹 他就鬆了 啊 我發覺 不用那麼辛苦 為什麼呢 他合作 他有信心合作 他有一件事做 而那件事做 也有學 就是邪靈可以在他的氣那裡 所以他一吹的時候 真的有一個反應 那我這個發覺呢 是有幫助 那這件事 除了我們為趕邪靈 也都可以在你自己 幫你自己的 如果你發覺 你裏面有些事情 可以是情緒 或者是邪靈的影響 那你就在家裡親近神 接著呢 你就奉耶穌明 趕邪靈 那你奉耶穌明 趕邪靈 放鬆 放鬆來吹 不是緊張 是放鬆 就好像整個人鬆了 沒有壓力的 很輕鬆地吹他出來 那這個是 就是我的版本 我的一個方法 那你如果一樣 用這個方法 其他方法是可以的 那我也都見過 不少人他用的方法 是覺得呢 是怎樣 是要夠大聲 而大聲也有很多種的 有些人是頗大聲 就是他都可以頂得住 但是我見過有些人 他真的喊得到 是最大聲 最大聲的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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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 哇 很大聲的 哇 他這樣喊發 我就想 他喊了多少次 他的喉嚨 會有什麼影響呢 我真的覺得他有辛苦 那個被他趕過又辛苦 周圍的人又辛苦 那我就覺得呢 就是 就是你有機會你可以試一下 就是我問那些人 我問有沒有幫助 他說真的多說 很快 他有信心呢 真的很快送到 所以這個是 就是我的版本 就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這個不是一個教義 那也都 疾病都發覺有幫助的 就是 我又不能夠說 疾病一定是邪靈的 不過有時 正經我講到疾病 有些是 正經我講到癲癇的 講到神靈的 龍啞的靈 那也都是 或者他心靈的憂鬱 就是我發覺 憂鬱都可以的 那些重疊 有重疊 吹出來 那個人又鬆一點 還有 我發覺除了吹 也可以笑 還有在動一下身 很開心 哈哈哈哈 那為什麼笑呢 和動一下身有幫助呢 因為笑就是 神這麼愛我 我可以開心 笑 神這麼愛我 我可以開心 這個也是誇性 就是神這麼愛我 哈利路呀 哈利路呀 因為當一個人很開心 為到神開心 自然邪靈 就沒有立足之處了 那你 每天這樣做 自然就會邪靈 趕完 所以你家裡 你有機會 那些人不在家裡 那你就簡直說 哈利路呀 哈哈哈哈哈哈 每天都是這樣的時候 你自然裡面 所有的邪靈 都可以趕出來 或者憂鬱 都可以釋放出來 其實你嚇到神 你都根本不用擔心邪靈的問題 但如果仍然有的話 你就用這個方法 去趕足邪靈 好了 很重要就是說 先講到所有的 就是 和神有親密關係 不用怕邪靈 聖經有講到 你可以 我已經賜給你 耶穌說 我賜給你權兵 賜石和蝶子 聖我受你一切的能力 斷滅我受我能害你沒敵 即我們是有這個權兵 另外 以分所說 六章十六節都講 一起讀 此外有拿著信德 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就是說 用什麼藤牌 擋著魔鬼呢 是什麼 信德其實就是什麼 我們叫做信心 就是信心 就是 翻譯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用信德 就是 用信心比較直接 信心 信心就是什麼呢 信心就是 我曾經用過簡單的方法 就是 神 六個字是什麼 你記得嗎 神做事我放心 神做事我就放心 信心就是什麼 神一定搞定 我不用怕的 這個就是信心 就不只是說 有些人覺得 說完那些 全副軍裝 就會 全面攻擊不到 他有信心說才行 他不是這樣說 他要說的時候有信心 我是否有真理 當作帶子呢 是否真的我跟從真理呢 如果他沒有的時候 他說完真理是無用的 他說完有信心 但是他沒有信心呢 是無用的 在那裡怕 所以其實 說情很重要 不用怕的 是絕對不用怕的 那有些人說 不是 我好軟弱的 我好多罪 我好多軟弱 那你就覺得自己不行 神經病告訴我 你有罪 你就悔改耶穌就赦免了 是這麼簡單的 是不是很簡單 你就算 以往犯了很多罪 神 我這一刻真的真心悔改 我以後都會離開你的罪 我爭人的罪 我求耶穌赦免我 耶穌立即赦免你 你立即就有權免了 其實是這麼簡單的 就是你不用等到你完全完美的 但是當然 你本來想著 我明天一樣 罵老公罵老婆的 不過我今天呢 我就不斷認罪 這樣的時候 是不會有效的 但是你說 我真的我不想 我不想再生命破口 我不再罵人了 那你說 很難受 很難受 這個是罪 那你就知道要對付 最重要是你知道 你是敵人了 雖然你是很難打性 但是我知道這個敵人 我不想再罵人 就是這麼簡單 我不想再生人 我想饒人 就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得性了 就是你不是等到 你完全沒有罪 那你就永遠都不用做了 但是耶穌說 信的人都有神 就是個個信的人都可以做的 神的心就是 想我們個個人都可以做 當你做慣趕邪靈 你是不會怕邪靈的 你亦都會很有信心 你會看到神的工作 你會很有信心 在我的視頻 經常都看到 我們這裡周時在四點鐘 所以你有機會 你就拿假回來 或者你不用上班 那些人可以早點來 你做慣了 你就會覺得 那些邪靈怕我們 都不是我們怕邪靈的 那你就會有信心 但是很多人很害怕 就死了又攻擊了 哎呀魔鬼又攻擊我 我今天做甚麼 又魔鬼又攻擊 總是甚麼都說攻擊 其實 就是覺得 好像魔鬼 就佔了上風 就好像耶穌是 那些能力不夠的 就是總是不到的 那些大能的人就到 我們就不到 就是這樣的心態 很多基督徒都是這樣 經常都覺得攻擊 其實這個字眼 應該離開我們的口 不要經常都說攻擊 我們應該說 我有罪 我犯了罪 求耶穌赤面 即是我們攻擊的話 是因為我們有軟弱 神啊 我有罪 求主赤面 我有信心 一定可以得的 所以那個武器是甚麼 信心 不是我們信得多大 是耶穌厲害 所以我相信他 這樣呢 魔鬼說甚麼 所以當有人說甚麼 這些火箭是甚麼 有人跟你說話 你沒用了 那你怎樣用信心抵擋呢 神的說話是甚麼 神說我很貴 是的 沒錯 非常好 神就說我是很貴 這個就是宣告神的人 神看了我的 這個就是用聖經處理 記不記得得性報告 沒有了 留意到問題 心臟破為性 用聖經觀念處理 接著親人神 接著選擇信服 我知道 神是看到我的 祂說我沒有用 我不會變成沒有用的 祂說沒有用了 啊啊 沒有用了 不會的 是沒有影響的 祂說沒有用 是 就是魔鬼經常都說 因為不斷奏夜控訴弟兄 不用放在心上 不用理他 當他沒有毒 魔鬼 我們不用當他到了 他沒有這個權兵的 好了 但我們做釋放的實驗 都要隨時分辨這個受助者的狀態 那怎樣分辨呢 第一 他是否相信神的愛 和接待他 有些人 他經常都叫你趕邪靈 但他經常都覺得自己很苦啊 很慘啊 沒有人愛我 神都不愛我 那時候 他很難趕得走 那些邪靈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心裏面 很多苦毒 對神都苦毒 覺得神會幫他 那時候 他要分辨 他是不是相信神 會趕出邪靈 有些人真的不相信 哎呀 很難趕啊 哎呀 很慘啊 很難趕 因為他辛苦 他沒有信心了 就算他辛苦 他相信神會趕走邪靈 那時候就容易趕走了 第三 他能否集中和同日討告呢 那有些人的確是未做得到 所以有些人一下子趕走 但是不要緊的 那你告訴他 不要緊 你有進步就行了 你能否專心到一段時間 可以啊 感謝主 那你今天專心到一段時間 那明天又再進步一些 日日進步一些 慢慢越來越釋放 那就是 讓他知道 不要緊的 就算一下子趕不到 你去親近神 日日去趕 自然趕走了 那就是 不要被他壓力 而是告訴他 你已經進步了 那 好了 還有他有沒有能力和意志合作 那有些人的確 沒有能力和意志合作 去到那個非常嚴重的地步 那是怎樣呢 起碼他有的那麼多的意志 一定要有的那麼多的意志 他沒有的那麼多意志 他完全 你問他上課的時候 不知啊 不可以的 如果他是這樣的時候 他沒有想不想 是做不到的 那當然 他肯讓你做也好 他也肯坐在那裡 那就是意志 就是他肯來到 放一個人在那裡給你趕 那你就跟他趕著先 那都有反應的 有幫助的 但是他始終是要合作 那所以你要分辨他 他有沒有能力 那他的困難在那裡 那有些真的被邪尼控制 所以他沒有能力 但是 他總是可以提升他的信心 和他的意志 那第二個 就是他願不願放下罪呢 他是不是仍在生氣他的丈夫呢 硬是不肯搖書呢 他的情緒和人際的問題 他是不是總是這些事情 卡住他呢 他能不能處理 處理生命中各樣的問題呢 他願意將生命給耶穌 但有些人說 哇 那些人是不要生命給耶穌的 其實個個經濟都應該 凡是生命沒有給耶穌 就有破口 就有問題 我不是早點說到嗎 任何一項罪 就算你遵守所有的界面 你留了一條 那一條就被你破口 那你說很難 那怎麼辦呢 就認罪 是的 認罪就是你說知道 任何一項罪都是不好的 就是他心裡不相信 罪一定有破為性 雖然這句說話 都要對自己說 一起跟我說 罪必定有破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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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然後也都詢問他的經歷 他的經歷和釋放的程度 所以我們會問他的 要看一下他的情況 觀察他的情況 看看他的肌肉 因為他的肌肉顯示他的 譬如他 他問他做什麼 他為什麼會這樣 問他了解他的情況 這就是一個隨時分辨 第八 鼓勵受助者繼續為自己釋放和醫治 因為當日做完他回家不做都不行 他需要長時間去做 怎樣呢 每日活在神的愛中而得力 每日親近神 必定是與神的關係 這個是過基督徒都應該做的 如果與神關係沒有的時候 他自然有問題 就算沒有邪靈也好 他總會有其他問題 第二 每日處理負面思想和情緒 處理生活和人際關係的問題 經常做恩典的禱告和愛慕神的禱告 經常活在神的愛中 在聖靈充滿的狀態趕出邪靈 由將生命給耶穌全身輕鬆是活主 邪靈就更加容易被趕出來了 以及跟隨他的狀況 即是趕邪靈的時候 我們需要做以上那麼多東西 OK 我們再溫習一下 這次就是停在這裡 第一 我們就讀回 只是那些簡括 第一 輔導對方 第一 第二 帶領對方 親近神 神進入聖靈充滿 第三 奉主明爭恨罪和決意離開罪 就是一定要爭恨罪離開罪 第四 奉主明斷絕與邪靈的關係 第五 奉主明趕逐邪靈 或者求主醫治 如果是醫治的話 就求主醫治 第六 當有邪靈章的時候 不要拍 不要緊張 輕鬆和有信心地 將邪靈吹出來 如果有信心 就是奉主耶穌的命 第七 隨時分辨受助者的狀態 就是你一路要做 輔導都一樣 隨時分辨那個狀態 他是不是聽著我說話呢 他有沒有回應呢 他的回應 是不是我說了他回應的東西呢 他的心是怎樣 就是我們幾時都是 全部都是一樣 時時分辨這個人的狀態 講到也是 那些人是不是聽著 因為睡著覺呢 每個人都睡著覺 不過你睡著覺 第八 就是鼓勵他怎樣 他繼續保持 如果不保持的話 他不能夠處理到 大家對於這個簡單的方法 講邪靈有沒有問題 以及Easy都是一樣的 就是都是用這樣的方法 但是我下一次會繼續說 有些重點 就是我們還有一次的 有沒有問題 知識理論是明白的 做的時候要做一下 做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那個靈的祈禱 靈的祈禱 我就發覺 由那些錄音聽到 有時過的祈禱 是太多不成 就是盡量是多 靈性的討告 這一陣子 我帶領大家 有一個靈性的討告 然後讓大家操練 互相操練 一會兒兩個兩個 一起站起來 可以有一個人出來 哪個人出來 如果你是很經歷聖靈的 我就一直在操練 我就為他祈禱 順便示範 好了 當我們為人祈禱 你現在都可以做 心靈好像要飛去神 又可以想神的靈勇 你看看我 一做 人就會飄 你試試 立即會搖 立即 你會感受到裏面 有些人會立即感受到喜樂 你做到 你就每天去做 你做不做到 你來 你過來 我看到有些迷惑的感情 應該不行 應該不行 放鬆一下 放鬆一下 Aleluia 放鬆一下 Aleluia 可以有人記得他在後面 Aleluia 放鬆一下 不用緊張 不用緊張 放鬆 投入自己 即是自己投入 不要緊 不要緊張 有人扶你 Aleluia Aleluia Dame Yes So 你有沒有感受到能力 進入你裏面 感覺到一種平安舒服 好像想飛 首先我們自己要做慣 以至我們自己也進入這個狀態 閉眼、穿心 Aleluia 阿神 你聽過一點 Aleluia Dame Yes So Aleluia Dame Yes So Aleluia Sick Foam Aleluia 雖然我一直在唱 但我的心就好像飘啊飘啊 一路飘啊飘啊 大家還不做到這件事? 還不做到 飘啊 Oh Yes Oh Aleluia 讚美天父 主要和我們一起 Aleluia 哈哈哈哈 如果那個人未接受聖靈觀用 我就不會嘻嘻 哈哈 Oh Annie喜歡都可以出來 好Annie 是嗎? 你帶來的朋友Annie Oh Liluia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幫助我們 有開放的心 開好神 深信神在愛著我們 耶穌現在在愛著我們 耶穌就在這裡很歡喜 哈哈哈哈哈哈 那些赤靈都要離開 所有蒙蔽的赤靈要離開 奉耶穌的聖靈 你自己輕吹出來 放鬆吧 奉耶穌的聖靈 所有蒙蔽的赤靈要走 所有黑暗全世要離開 所有偶像的赤靈要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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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当中有任何邪灵的都要离开 所有忧伤要离开 奉耶稣的名 耶稣爱我们的 我们不用忧伤 所有的忧伤离开我们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 耶稣爱我们真好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爱我们真好 哈利路亚 可笑 可在这里轻松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祈祷放着耶稣的圣命 阿们 你可以说一下你刚才在这里祈祷的时候 你的感受是怎样 我觉得好像我飘了 然后看到隔室 然后觉得耶稣很近 有光 感谢主 然后有些气发出来 对吗 你坐在这里找示范 其实我是容易释放的 我本身是很松的 OK 但都是要释放的 我不知什么叫释放 但我只知道如果我认罪 如果我知道我有什么是罪 我认罪的时候 那我就会有什么 OK 即是未释放了 可能在生活里面有什么破口 不是就是认罪的 是处理的问题 譬如你认罪了 但回家又不断烦恼 那都是没有处理的 是认罪了 然后处理 又承矮神的同在 这样的时候 那些赤膜就会被连住 我说完了 就是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